警方来到美容会馆 昏暗的灯光 房间里两男两女正从事性交易 当场被查获 除了这两对男女 还有另一名男客人正在外头排队 但还没等到女子结束上一趟服务 就先等来警方上门 包含负责人在内总共八个人 通通被带回警局 美容会馆就藏身在高雄新兴区 知名的电信大楼内 业者对外宣称美容护肤 实际上却是找来身材较好的 外籍女子从事性交易 不少寻方客因此慕名而来 其中身穿蓝色卡通图案上衣的 36岁越南籍段姓女子 还被发现在台湾 已经逾期拘留4年 将被遣返回越南 两名女服务生已请移民署 高雄市专情队收容等候遣返 警方推开房间 穿着清凉的女子和男客人 坐在沙发上 这个地点同样在电信大楼内 光是3月份就接连被查获 非法性交易 场所负责人还会利用网络平台 投放广告 吸引顾客上门 再没和女服务生来交易 警方加强扫荡 将场所负责人 女服务生和男客人 依妨害风化 逸送罚办 米其新闻综合报导